中華之伴為全龍先拔羊頭鋼龍 去年賽季一整年繳除十二勝六敗 二點六八防禦率 而來到今年賽季 來到三十三歲的鋼龍 雖然結算到六月十二號為止 防禦率是略高的三點零八 但上半季還沒打完 就拿下了八勝一敗的好成績 除了要感謝龍族打線的火力相挺 身體的保養也同樣重要 不過雖然八勝一敗的鋼龍 是聯盟的滲頭王 但其實他今年還沒有 從統一世的手上拿下過滲頭 今年交手的成績是零勝一敗 當中更是在五月二十一號 對上難霸天的時候 只投了本季最短的四局 就掉了五分 統統都是自責失分 而鋼龍更點名猛失打線當中 最難纏的對手 本季面對蘇智傑剛隆在六個頭打對決中被敲了兩支安打一發全力打被打擊率高達三成三三而也被點名的成績線同樣也是六四對決進仗兩支安打一次全力打打機率來到四成雖然上半季包含週二的比賽兩軍只剩下兩次的對決 但是下半季也很快就要在七月中登場啦 剛隆和猛失打線絕對是首都會對 我來體育台採訪報導 加碼